现代人工作繁忙,压力大,常有入睡困难,浅眠一醒的困扰。 胸腔即重症医学科医师黄轩表示,一项研究发现,经常看中检查时间的行为会增加挫败感并诱发失眠,使失眠更加严重, 避免此焦虑可及由睡前少用电子设备,睡眠听音乐等方式放松,睡前设定一固定闹钟等五种方式,让人摆脱失眠困扰。 黄轩在其脸书粉砖表示,若在睡不住之际频频担心现在几点,会让失眠更加严重,因这种担心会增加焦虑,让人更难放松入睡。 印第安纳大学临床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,经常看中检查时间的行为,Temonator Behavior会增加挫败感并诱发失眠,可能会恶化失眠或加重安眠药剂量。 他表示,时间焦虑会导致四项问题,包括让人更难入睡,更易醒来,更难再次入睡,更易感觉疲劳或低落。 如何避免时间焦虑,则有五种有效策略。 一,睡前避免看电子设备,如手机、电脑,因这些设备的蓝光会一致褪黑素分泌。 此外,这些电子设备可提供令人兴奋或担忧的讯息,导致大脑难以放松。 二,睡前做些有助放松的活动,如阅读、冥想、听音乐或深呼吸。 三,睡前设定一个固定的闹钟,并放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。 四,若夜间醒来且无法在15分钟内再次入睡最好起床并去另一个房间做些安静和放松的活动,直到感到困倦再回到床上,以便重新建立床与睡眠间的关系。 五,若难入睡或保持睡眠,不要过分自责或担心。 相反的,人应尝试接受失眠一事,并相信它是暂时的,另可尝试用正面的自我对话。 例如我可以放松身体和心灵,我可以随时睡觉等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